2020年過了一半 相信大家比去年更想刪除了Facebook等不同的社交平台 一方面想避免避起底 另一方面亦想保護自己 連珠黑白格都好像收散內幕聲色似 提下大家 除了刪除帳號之外 其實Facebook和Instagram都有停用這個選項 而在用家主動恢復之前 其他用家是完全不會看到停用了的帳號入面所有資料 不過無論你最後是怎樣選擇 備份都是非常重要 第三方的Apps就不用了 直接用官方提供的備份功能 首先入設定 你的Facebook資訊 下載你的資訊 我的所有資料 幾乎所有資料都可以下載到 包括Post、相片和片 甚至Message都有齊 選擇好後便可向Facebook要求副本 等一段時間後便可下載 所有資料都會分緩別類好 非常清晰 其實都真的不錯 而除了下載之外 官方亦都提供了 將相片和片轉移到GOOGLE PHOTOS的功能 Instagram就無法選擇可以下載的資料 而它聲稱最長要等48小時 但記者等了10分鐘已經可以下載 所有資料預設會以JSON檔案來儲存 而相片和片便會分別用JPEG和MP4儲存 亦都會按照月份來分類好 留言和DM都可以備份 Facebook 和Instagram停用後都可以恢復 但刪除帳號便有分別 Facebook 便會提供30天冷靜期 但Instagram 便會立即刪除 不能回頭 所以刪除前記得要想清楚 最後連停用都不想的人 便可留意Facebook 最近推出的動態管理 在這裏可以集中管理所有動態 然後選 Archive 或刪除 Archive 後就只是用家自己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保護自己免費毒灰的方法